我们说要回家 奶奶就给我们炖了一个猪蹄 拜拜 我们有好久不见了 咱们就有了 好回哦 好回哦 这个嘴巴披的 啊 塞 也像那样弄着完 拿毛给娘拿娘样了 啊 娘弄完 我说一周的脸跟奶奶的脸一样的 像爸爸的脸啊 爷爷说一周像爸爸的脸 大家都说同款婆婆上架到我的橱窗里面 大家去买 可能也是很少有同款婆婆就是回到媳妇家 啊 然后这么像自己家一样的啊 然后帮忙干活啊炒菜啊做饭啊啥的 老妈什么感受 跟自己家一样 跟自己家一样啊 是啊 其实这是相处的好 这就是婆媳相处知道啊 希望还没结婚的姐妹们都有同款婆婆啊 来 我们 我们等一会儿就要准备吃饭了 今天 那个奶奶知道我们回来之后 特意做了猪蹄 哇 还有腌肉啊 腌鸭肉 爷爷奶奶 他们两个都在家 奶奶说每天晚上都是空逛逛的 掉一根蒸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然后我们一回来他就很开心 然后也很想念哥哥 他说这两天才比较习惯 以前就是 嗯 哥哥已经出去很久了 也以为哥哥还在家 然后就就叫他 前两天要老师出去外面出差嘛 现在不去出差了 就每天有在家 然后我们就以后经常回来住啊 有时候我干巴了奶奶还是听得懂的 但是奶奶刚发过一点都不听 完全听不懂 我完全听不懂 奶奶经常给买菜链出来的 跑块啊 四块啊 那奶奶妈妈的 要是要翁掉了 将来的 拿捷瓜 后来将捷瓜弄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去煎一点这个腌鸭肉 好久没吃了 这个加热一下 吃饭了 然後吃 跟奶奶吃 就会多吃 去吃 吃饭了 吃饭了 哈哈哈 超乱乱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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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